大家好 我是大千 我在全国最大的20手机批发市场 每天为大家提供最真实的拿货行情 这一期视频是安卓机器的专厂 如果想了解苹果手机的兄弟们 可以放我往期的视频 或者关注下一期的真实行情 首先是国行的三星srr是这个匪红色 然后是256g 目前是再保到今年的11月20号 我们的拿货行情是5100米 带全套配件 这个机型的特点就是带了一个手写笔 还是挺商务饭的 适合那些出行啊 或者是工作需要手写的一些兄弟们使用 旁边这个是514G的一个三星srr 配置是一样的 就是内存大一点 像这个机器 我们的一个拿货行情是5600米 也是再保到今年10月份的一台冲新的机器 这台是国行的三星srr 128g 99星全新紧激活10天 就被我们回收的一台机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心机膜都是还在的 目前这个机器在官网的全新机售价是3600米 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是激活10天 只是当二手机回收的 我们的一个回收的价格是2700米 就用了10天 这个机器差不多掉价了1000米 这台是国行的三星z flip4 是上下折叠的 这个是514G 整体外观是99星 没有任何磕碰与瑕疵 再保到今年的10月份 然后这个机器 我们的拿货行情是5100米 三星的屏幕在业界是顶尖的水平 不管是折叠屏还是直面屏 他们的一个屏幕的显示和质量都是非常棒的 重中之重兄弟们 折叠屏手机 它的器皿性居然还可以做到泡到水里都没有问题 这种技术水平只有三星敢去这么去保证啊 下面这台是华为的mate40pro5G版 是8加256G的 这台机器 我们拿到官方售后去换过它的一个屏幕 有些兄弟如果去过华为的售后服务店应该知道 如果是换屏幕的话 他们会帮你们直接把边框和电池全部换一个新的 所以这个机器它的电池效率是100的 目前 这台机器我们的一个拿货行情是3800米 下面这一台是iQOO 9pro12加256G的一个大队层 目前是再保到今年的8月29号 整体外观是99星 而且带了这个原装的充电器和它的包装盒 整套配件 这台机器我们的一个拿货行情是2550 这个机器全新机 目前官方是3500左右 就用了差不多4个月啊 这个机器就少了大概1000米了 这个还算保值吧 下面这台是小米的12pro 是一个8加256G的一个内存 整体外观是99星 目前是再保到今年的6月 这台机器我们的拿货行情是2300米 与官网全新机相比差不多省了1000多米 兄弟们可以看到大千给大家提供的安卓机下 全部是这种全原装再保修的量级 或者是全套配件都在的机器 本来安卓机掉价就快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纯原装的二手机器 在使用上性价比就可以保证 在保修期内它的质量又可以保证 大家觉得这样的二手手机是不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要好很多 好 因为篇幅原因 朋友圈的很多这种好的机器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一展示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机型的行情可以关注我 并且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复大家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